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对晚期或四期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一直是化疗 我们也有一部分患者具有驱动突变 而对于这一类病人,我们有靶向治疗 具有这种驱动突变的患者 对靶向药物治疗反应很好 这种方法经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 作为他们的一线治疗 另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是免疫疗法 这种疗法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来刺激免疫系统 让它能更好的识别和攻击肺癌和其他不同类型的癌症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收到了一些新的研究数据 这些数据表明使用免疫疗法和化疗的联合治疗 或者甚至用免疫疗法去掉化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法 对某些病人的疗效非常好 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只用免疫疗法 把化疗放在一边 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考虑 这可能把化疗的需要推迟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哪些病人适合单独使用免疫疗法 得到很好的疗效 第一点就是 有EGFR、ELK或ROS1等驱动突变的患者 最好采用靶向治疗 而非免疫治疗 即使他们的肿瘤PD-L1表达高 也是如此 PD-L1是一种存在于某些癌细胞上的蛋白质 但并不是所有的癌细胞都有这种蛋白质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晚期肺癌患者的癌细胞上 没有这蛋白质 这被定义为少于1%的PD-L1表达 大约40%的晚期肺癌患者 具有低水平的PD-L1表达 这被定义为1%至49%的PD-L1表达 不到三分之一 大约30%的晚期肺癌患者的癌细胞上 有高水平PD-L1表达 意思是超过50%的癌细胞会有这种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是免疫疗法的目标 它作为一种伪装机制 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无法辨认出癌细胞 而且不去攻击它 当这种蛋白质被免疫疗法阻断时 免疫系统就会变得更加警惕 可以更好的识别和攻击癌细胞 当癌症具有高水平的PD-L1时 它们更有可能依赖于这一机制 而这些患者更有可能受益于免疫治疗 产生长期的疗效反应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看到在肺癌临床试验的患者中 有28%到30%的患者具有高水平 意思是超过50%的PD-L1 当它们单独使用名叫Pembrolizumab 或Ketruda的免疫治疗药物 疗效比化疗更好 肿瘤缩小的几率更高 癌症发诊前的时间更长 而且这些病人活得更久 Ketruda作为一线治疗方法 已经获得FDA批准 是公认的治疗标准 是高水平PD-L1患者的最佳选择 有些人会被推荐化疗时 同时使用Ketruda 这是对一些患者 非常有效的另一种选择 但对于高水平PD-L1的患者 单独使用免疫疗法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Ketruda也被FDA批准 用于PD-L1水平 在1%到49%范围内的患者 这是基于另一项研究 该研究表明 接受Ketruda治疗的患者总体上 比接受化疗的患者表现更好 这些患者不仅包括PD-L1水平高的患者 还包括PD-L1水平低的患者 然而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这项名为 Keynote042的研究结果时 我们发现 使用Ketruda取得更好的结果 事实上是由于PD-L1水平较高的患者所致 而PD-L1水平较低的患者 使用Ketruda并不比化疗效果更好 Ketruda对PD-L1水平低的患者效果一般 而真正的受益者是那些有高PD-L1的患者 大多数专家认为 低水平PD-L1的患者 接受化疗和Ketruda的联合治疗 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单独使用Ketruda对他们不是一个首选方案 因为这些人的癌症可能会发展 以至于后来无法得到化疗 总的来说 如果患者的PD-L1水平较低 给他们单独使用Ketruda的疗效 要低于PD-L1水平在50%或更高的患者 最后我要提到的是 在2019年秋季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在一项名为Checkmate 227的研究中 联合使用两种名叫Opdivo 及Nivolumab和Yervoy 及Ipilimumab的免疫治疗药物 明显优于单独化疗 对于PD-L1高、PD-L1低或PD-L1阴性的患者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然而 这种两种药物的免疫治疗组合 虽然没有化疗 但毒性并不比化疗小 只是有不同的副作用 在此刻2019年11月 此疗法还未获得FDA批准 但可能很快被FDA批准 并将可能成为一个无需化疗的治疗方法 但它是一个比单独使用提出的 更有副作用的治疗方法 这两种免疫药物联合使用 将代表一种不需要化疗的免疫治疗方案 但对于PD-L1高的患者来说 它是否比单独使用Kichuda更强 或者对于许多其他患者来说 它是否比使用化疗加Kichuda更好 目前还不清楚 我们会在继续的观察中学到更多 当然 我们对单独使用Kichuda 和联合使用Optivo和Yervoy 没有直接的比较 尽管这两种选择都与 单独化疗进行了比较 而且都比单独化疗好 但仍无法简单地判断哪一个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